十二不可奸淫中 关于婚姻中提到男人不能没有女人 却没有提到女人在面对婚姻的时候的态度 那么女人如何面对婚姻 当然一样了 对不对 女人也需要男人吗 圣经里说弟兄们 那个括号都代表了 所以这里面说 男人不能没有女人 一样女人也不能没有男人 这是上帝造的生理的正常 后期悲醉扭曲了这个不好说 但正常人的话 这个是本性的问题 是不是 本性的问题 被罪扭曲了才女人觉得自己是男人 她可能对男人不感兴趣 她反而对女人可能有兴趣 这种错位 这种现象 正常的话 按照本性的话 男人需要女人 女人需要男人 所以这种代表性原理 不要较真 中国基督徒看圣经的时候 总不按照经义 文本真正表达的意图 正常去读 总是喜欢咬完嚼字 没有提到女人就没有女人了 是吧 好像圣经只教到男人 不教到女人 是不是 是解实戒的时候 已经提到了一些代表性的罪里面 包括了所有类似的 那个族 那一类的都包括了正面的反面的 是吧 所以大家学神学的时候 也注意学习怎么样去解释圣经 怎么样去看神 你怎么样去思考啊 请不吝点赞订阅